躲了好久 口一哥终于现身华府的台湾智库 但又正门不走 进出都走后门 活动尾声 在场来宾掌声 还没落下 身穿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 已经守在口一哥身边等着护送 口一哥立刻起身 主持人话都还没说完 他就转头闪人 一度还走过头 离去前 他抿着嘴唇 看起来心事重重 全程15秒快闪 就是不想面对媒体镜头 身影两个星期 口一哥赵一翔首度公开露面 但面对记者问题 他能避就避 先是低头不语 智库执行长替他挡下之后 口一哥嘴角才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冷笑 记者一连抛出三个问题 他终于拿起麦克风 准备要说话了 感笑急声后 对于提问 他选择性回应 口一哥一月三号飞底华府 记者几乎天天向驻美代表处提出采访需求 却始终见不到他 美东时间一月十七举行的论坛 打开台湾智库官网 明明是公开行程却没发采访通知 而且名单上只列出小组成员和主席的姓名 不见口一哥Vincent赵 是意外现身还是想回避媒体 空降争议 持续延烧 研导会结束后 有学者对记者说 我问赵一翔他会把什么样的新思维 带到他的工作中 其实这个问题他是可以 也应该回答的 但是他选择不回答 记者张国华 谭若宜 综合报道 I'll see you next time